灯月小天下 自夸义气豪 其奈山上山 养之一层高 大家好 我是梅南河龙王 本次带来街机游戏 Spike Out的游戏解剖 这款游戏是 世家于1998年 在Model 3基本上推出的 也是个传说级的机版 当年世家是不计成本 做出了这个机版 虽然是1996年的产物 但性能上 比起后来出的 Naomi和Dreamcast 都还要强 在某些传说中 它比PS2还强 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傻吹 这个游戏是 CG系统的起源 就是无双系列一直用的那套系统 做了那么久 无双的解说 我想把这个也解说一下 毕竟这也是关系非常大的游戏 先介绍一下操作 主要键位有四个 从左到右是 Shift 打击 蓄力和跳跃 Shift键就是锁定键 也叫S键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键位 具体以后说 打击键或者说B键 就是普通攻击了 蓄力键或者说C键 就是蓄力攻击 根据蓄力阶段 出不同的C计 C2挑空 C3晕人 C4吹飞 这些一直到现在的无双 还在按这手规矩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 无双里明明只是两个剑的交叉案法 偏偏要叫蓄力的机能 就是因为原本这套系统 是需要蓄力 只是无双系列 出招的方式改了而已 还有些别的招式 等进了游戏之后呢 再慢慢讲讲 Spec Out是在1998年出的初版 1999年出了个最终版 我这次用的就是最终版 比起初版 多了一个 练手用的第一关 然后在第三关 会根据第二关走的路线 分成四种不一样的情况 还有一些细节上的东西 这个游戏知道的人不多 但是玩过的人就知道 这游戏啊 就算冲之为 动作游戏的巅峰都不为止 我接触这个算比较晚了 但是玩了我就知道 这绝对是我玩的最好的动作游戏 包括所谓的什么三大ACT在内 还有丁丁中式神之手 把这些都算上了 我还是觉得 不太高的给我的体质 这个游戏的制作人 就是后来做了 人中之龙系列 或者说是如灵系列的 明月忍阳 我当时接触这个的原因 是因为得知了 这个游戏是飞机系统的起源 当年世佳也是打算把这套系统对外引入 记得好像是Gamecast上有一个叫出租英雄No.1的游戏 用的也是这套系统 但那个是真不同的 后来光荣因为没有做动作游戏的基础 所以应该是向世佳买的这套系统 当然不光是只是真三国无双开始 早在还没有真这个字的 就是那个格斗版的三国无双 它其实也是向世佳买的系统 应该是用的是VR战士的系统 后来做真三国无双时 就买了这个Spike Out系统 要说到VR战士 这个游戏对Spike Out是有影响的 这个游戏里有很多的动物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是出自VR战士 除了VR战士之外 还有一个同样是世佳推出的接机游戏 叫快打形式 也是对这个游戏有所影响 像这个游戏里的很多投机 就来自快打形式 我刚开始打的时候呢 是完全玩不懂 是要练了好几天之后才明白 这个游戏的要点 上手难度是真的高 而且本身难度呢也是超高 我的水平呢 打的呢不算好 有过最高难度一命通关的经历 但大部分情况 在最低难度还得服务 技术上呢不怎么样 但是基本功是有的 技巧也倒是掌握了不少 但长时间没碰 也不知道自己还能记得多少 这次不打算打一命通关 自认没这本事 更何况解说的时候 还容易分析 所以就一直打到通关为止 毕竟接机游戏有一个狠 特别是在模拟器上 它有一个好处 死了之后呢 我死了之后在投个地 就可以接着续关 当然我在这里变成了 我把这个系统给调成了免费游玩 就可以有限序币 难度呢我给它调成的最低 因为这个游戏的难度 只要还是影响玩家的血量 对于一些boss系统上的改变 我都觉得破坏了boss真的平衡 顺便一提 这游戏流程也是特别的长 正常打通关 差不多得一个半小时 这要通关 如果你还要刷分的话 至少得两个 流程长 证明内容充足 但是接机游戏 说实话不该把流程播开 因为接机游戏没法暂停 虽然我用的是模拟器给人 但是想想那个 回到接机的那个时候 如果突然想上吸口筋怎么办 流程短了 那我知道 再多打几分钟 拉紧时间把它打通关就完了 但像这个 且望过到头呢 当年合金弹图三的最后一关的长度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不懂 这个speak out 主动是四关 如果把各种分支都算上了 其实也可以算是五关 因为达成条件的话 可以达到五关 但每关都分 每个大关都分为N个小关 除了这个第一大关和传场的那个关之外 其他的这几个大关 每关基本都和合金弹图三 最终关的程度差不多 这就可想而知 那么接下来就要准备接手游戏了 对了 这个游戏呢 它是有三个模式 第一个模式就是正常模式 第二个模式呢 叫做镜像模式 就是说 在游戏里这个长角 它是左右是翻转 就是把这个地图啊 把它给镜像化了一下 就是相当于在进步里 看着那种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 3 体现于3分钟 就只给3分钟 在那个状态下就是 比刷分 就是得分 就是比得分的 那么这一次呢 就是先打一个 正常的模式 那么 前沿呢 就差不多就到这了 准备开始游戏 一共有4个可用角色 我们这次就先从 品牌角 Spike开始 至于其他三个角色的话 反正这个游戏 其实可以分为 4条路线 到时候就将 这4个角色 分别对应 这4条路线 各打一遍就是了 然后这就是第一关 第一关是 这个第一关是 最终版才追加出来的 在出版里是 没有这个第一关 一上就出现 Boss 要将他打死之后 才能进入到下一个场 先讲一下 这个 这就是普通攻击 普通攻击有6下 如果第三下 没打中人的话 那么后面 几下就出不来 不过更长情况下 我们用的是 三拳接 C1的用 想这样 这么做会更实用一些 这个 白衣服拿着火焰 噴射器的 就是这个场景的Boss 把他打死之后 才能够 进入到下一个场景 然后现在可以看到 他背上是有一个小孩 这是就是他的儿子 等一下 我先把这个 当这个孩子 先从身上下来 如果是挨了打 或者是主动去抓头别人的话 这个孩子就从上面下来 他呢 会等于像是 模仿着我们一样 这个 做出这样的攻击动作 但实际上就是操作反馈 到这两个角色身上而已 等于是一空二 但是另外一个角色 是没有攻击能力 就是这个孩子是没有攻击能力的 然后再解决一下这个锁定键 如果我不按这个锁定键 也就是shift键 那么我的移动方式是这样 而且你还会有转身的动力 如果我按住的话 就是这么一个感觉了 就是也叫类似平行移动吧 而且他在有敌人在附近的时候 他也是会看向敌人 这个动作在这个shift移动 在无双中也是有 只是把它跟防御剑放在了一起 就是这个锁定这种功能 就被无双系统也做成了自动锁定 这也是大部分所够更的意思 因为一些老一些的这些无双 都有一个自动锁向的脑点 其实就是从一backout的系统来的 只是无双系列的那些人 他们没有搞明白这个系统该怎么用 所以把它做成自动 如果反倒不好 另外一个无双做的不太好地点 就是把这个蓄力系统改了 比如你看我现在 我不需要普方作为前置 就可以使用C2、C3、C4这类的动作 所以我这样出招会很自由 但是无双那么多人 需要用普通冰击做前置 它是为了让人更好上手 但是呢 其实让我觉得 这两个动作系统 其实是可以共存 它可以共存 不一定说非得只能用一种 所以我也觉得 无双这个改动是不太好 因为我对这个市场的蓄力系统 没能保存下来 我觉得都觉得很遗憾 好了 这里的boss再出来了 是这个穿着黑衣服 这个boss比较有boss的意思 有些特制 比如说什么特制 它会有这种闪光剂 也会叫无敌剂的技能 就是这招 它这个无敌剂就是 穿过来抓住我 抓住我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它倒地起身之后 会有无敌时间 这都是boss的特制 然后在boss身边的杂兵 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 掉落补血和一个掉落闪电 这个闪电是用来放必杀的 现在手头上有三个 然后每游泥剂必杀都要消耗一个闪电 刚刚直接过了这一关 然后每次过这么一个大场景 应该就是过一关吧 它可以分为大关跟小关 每个大关分为五个小关 像这个第一大关是三个小关 现在是进入到第二小关 也就是一杠二 我们用这么多的说法比较理解吧 接着我在这里解释一下 武器之类的 这些武器是按下剑 然后打击蓄力这三个剑 一块按就可以捡取武器 像这个是水管 是基本的单手武器 攻击剑就是用这个打击剑的话 或者说b剑就是这个 我直接用b剑c剑来解释吧 b剑是这样的攻击 c剑是横扫两下 如果要扔出去的话 是b加c一块按 然后像这种是 需要两只手中举起来 这叫双锁武器 如果拿着双锁武器的话 就不可以跑步 然后也不可以用锁定键 攻击的方式是这个样子 对了 在跑动中的时候是无法蓄力的 然后刚刚还有一个扳手 扳手 扳手叫双持的武器 他的攻击剑和蓄力剑都是这个东西 但是他为什么叫双持武器呢 因为这个东西他可以拿起两口 另外他可以经常用的东西 就是他的攻击之后 后面可以接一个C2 然后地上又有一把扳手 我正好把这两个都捡取 这样你看就拿着凉木 两个扳手 这样就能扳成一个二刀流吧 装两个装 这样的话就是四剑击 四剑击后面也是可以接个C2 而且这个双持类武器 有一个特点 就在于 你把它扔出去的话 是可以把个人打给你 而且是强制打晕 什么叫强制打晕 这些 这些呢 像有些BOSS 他有这个对机晕抗性 是打不晕的 但是无论什么样的BOSS 可面对这种双持武器的投掣 都是强制晕的 然后这个轮胎跟刚才 也是属于双手的武器 这边这个广告牌里 刷的是 就是这个游戏的第三关中的一个场景 就是大厦 因为这游戏第三游戏 游戏分为四条路线的 主要就是在第二关 跟你结束 看你第三关是哪条路线 第三关是有大厦跟船场两种路线的 但我这次是走船场 不走大厦 所以不会见到那种 然后再讲一下一些其他一些动作 像B加C 是倒地攻击 然后有两段 然后是B加G 这就是跳跃的人 这个是小跳攻击 小跳攻击后面是可以接上各种飞机 比如说这是最简单的 接C2 然后 我先把这几个打死吧 不然时间会不够 所以就到下一个小关来 去接上 那两个可以算是这个小关的BOSS 但是他们没有BOSS判定 只是血量比一般的砸定厚一点 然后再继续讲这个小跳攻击 刚演示过了这个中本接的C2 然后C4也可以接 当然C3也可以 但是我得给我一个合适的机会 一般来说如果接C3的之后呢 后面还可以再连一个三拳接C2的东西 就像这样 然后C加G 是这么一个动物 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给他做一个准确的定义 因为四个角色在这个招上面 他们的性能的用途都不太一样 我现在用这个叫SPEC的角色 他用的这招我就不太清楚用途 该怎么用比较合适 然后冲刺 冲刺是按两块前进 在冲刺中的攻击方式 一种是B加C 一种是C加G 这两种冲刺攻击 对于他而言是B加C的话 应该来说是横向范围的 C加G主要是能把别人踢的比较远 对了 还有抓取 抓取我应该说一下 抓取呢 就是属于靠近对方 然后呢 靠对方前进 并且对方是在可抓取程度 什么是不可抓取呢 对方在攻击的情况下不可抓取 要怎么让他变成可抓取呢 打他两拳 但是就变成可抓取的这样子 对 Boss来了 Boss在这个直冲机上 打速通的玩家一般来说会冲出去 但是我求稳 我一般是在这里进行营机 对了 还有些攻击 像跳起来的这个 攻击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我一般跳的攻击是用不太好 主要是连击用的 现在可以看到一个比较与不同的 这是 这个小关的Boss 也是这个第一大关的最新Boss 他的名字叫菲尼克斯 但是他有一个很均嬷的过程 他只要从那半拉跑到这半拉来之后 他就不会再往回 所以呢 就可以利用这一点 把他手下这些小弟给听做 发出别人之后可以选各种投技 关于各种投技呢 现在可能还没有太合适的时间说 等到下一关 下一关我再讲 我就满那边清理完 所以就是说 这是个叫补血的 然后这个应该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叫闪电的 闪电队多能存五 满了的话 他只会给你1万分 这是最后一个拔冰 把它清理掉之后 就可以去跟Boss单挑了 这个游戏啊 打Boss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如果能跟他单挑 那基本上都不准问题 打Boss的时候 或者不光是打Boss 整个游戏最重要一点 就是要利用Shift移动 利用Shift移动 躲开他的攻击 然后抓住他的破址 就像这样 他刚使用了一个无敌剂 就是那个闪光剂就是无敌剂 但是虽然说是无敌剂 这种东西你打算是没有用的 所以很容易挨打 但是往往这一招 拓展会非常大 另外再讲一下这个 时间的正常的时间问题 看左下角有个KO数 就是击破数 把这个 应该来说这个场景啊 只要死掉 8的倍数的体验 那么就会更加时间限制 然后在Boss出场 会更加时间限制 然后如果是出现三个Boss的话 那么 打他的血量降到一半以下的时候 会增加时间限制 如果出现多个Boss的话 需要打死一个才会增加时间限制 然后再说一下B杀 B杀是B加C加J 这三个剑一块 如果直接放的话 就是一个类似保险剂的B杀 如果抓住敌人再放的话 就是B杀头 就像这样 这样第一大关就过了 如果能够稳定过这一关 那么就代表这个游戏入门了 这里呢 这里呢就是介绍的是这个游戏的背景记 具体什么意思呢 到时候我会写个字幕 毕竟让我现翻译的话 有好几句话我都看不见 所以到时候我就放在字幕里 好 接下来就是第一关了 但这里呢我先暂停一下 因为呢可能需要去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呢也是要看一下这个路的到底正不正确 如果路的有问题的话 到时候还得重录 那么呢暂时先暂停一下 好的继续 模拟器好就好了 你可以随时暂停 然后看一下路的基本上那种问题 有时候边界就可能会有一些显示错误 但是不算大事 这就是第二关了 这一关也就是出版的第一关 如果到98年那款出版的话 就从这一关开始 啊 这一关呢就可以显示出 这个世家当时是有主动不原道 特别就是2-1这一关 这在出版里就是1-1啊 你要知道大部分阶级游戏 要么是难度是 硬先从荣野这道难 要么就是像有些阶级游戏为了 坑人钱啊 来个第一关 先来个简单点的报复战 然后呢第二关给你来个特别难的 但这个游戏他很帅 他敢在 玩家遇到第一场报复战中 那么特别 你起为什么呢 到报复战的时候你不知道 然后再讲一下我现在用的这个角色 名字叫Spike 他是这个 这个四人队伍的队长 他原本是重量级的拳击手 是原重量级拳击手 所以他的动作里就有这种拳击类的动作 他是一个注重于攻击力的角色 你可以看他的这个C处 攻击范围是四个人中最短的 连招性能也是最差的 但是呢 有缺点就可能有优点 刚看见这个3000 3000右边有一个750 这个750都是他这一机造型的伤害 就说他刚刚这个C4造成750点伤害 这就是他的一个能力 能力 这个一个优势 他的优势就在于这个C4攻击 他的贴身有1.5倍伤害 别的一个角色 他的C4贴身的伤害是500 他是750 别人多了整整50% 这就是他的优势 所以他的常用打法就是 把别人先打倒 然后C4压起身 或者是 用C3把别人打晕 再C4压起身 这就是这关的boss战了 一男一女两个boss 按star之间可以缩放递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啊 这个 特别不人性的一个设计 哪有在第一场boss战 让你打两个boss 打这个boss 其实现在我还很容易翻车 我现在唯一能比较有效打的方法 就是游击战 就是先跑走 然后等他们飞踢的时候 用shift移动 走开 然后转抓住他们 敲头 这就是我用了这一关 目前唯一的手段 我这么难 正面跟他们用一关的话 我基本上是游戏 这两个boss都不好 另外呢 他的这个移动头 你要在角落里的话 是可以连上飞翠 刚刚这个就成功连上 现在打死了一个boss就容易做了 另外这个游戏是有重量级的 限制 重量级的这个说法 像这个男的这个boss呢 就是重量级 一般的小兵 男性小兵就是 重量级 而W的女性是轻量级 而这个boss要小心的是他的重量 头剂 状态非常高 如果你不需要 续版这个C4之后呢 他会有这个倒数 等倒数完之后 你的蓄力状态就会消失 另外如果你的蓄力中 你不然不想弄了怎么办 松开 不想弄了怎么办 就松开锁定键 然后跑步 就会把这个蓄力状态取消掉 好了 先过一次关 到时候还有什么话以后再说 下一个小关吧 我就想一下头计相关系 啊 对了 还有一点继续 就是说这个C4啊 所以我觉得C4都有一个特点 就在于 如果 它是距离 它的伤害是会随着距离 减少 像这一下 像这一下就 这一下是多少来着 我没看清楚 反正就不是750 你看距离越远 这个C4的伤害都越低 所有角色都是 然后再来讲一下头计方面 像 他要抓取别人 有一个好用的招式 就是打两拳 打两拳 然后抓住别人 就很容易抓住 然后抓住之后的东西 首先是不按方向键 可以打这个两拳 然后第三下也不按方向键的话 就是一个头撞的这一招攻击 这招攻击的好处呢 在于 在于它全程无敌 如果你在人群中感觉到危险的话 那么建议使用这样的方式 因为只要能让你再打完这三项 但是相应的这种方式 伤害就是最低的 如果是带着方向键的话 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背负头 伤害高一些 但是呢有被中断的风险 在正面抓取中 按住蓄力 按一下蓄力键 就是兜后 然后就可以使用背头跟跳头 然后这是侧头 侧头中按下蓄力的话 我来弄一下 侧头中按下蓄力也是兜后 除了背后头 还有就是用使用跳头 跳头的伤害是最高的 而且可以把别人给带倒 虽然其他的头机也可以把别人带倒 但是那些不是强制性带倒 像这样的东西可以把一般杂人带倒 但是面对有击倒抗性的boss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带倒 但是跳头不要 跳头是强制性带 包括boss挨了这一下也必须倒地 这个垃圾桶可以捡起来 用来砸人 但是呢大部分武器都不好使 投机我介绍的差不多了 打完这个之后应该就是boss战了 不对还有一波还有一波 要打完这一波是出现boss战 打这个boss战呢是有技巧的 技术不够的就一定要利用手各种技巧 在这里的时候这样通常就可以把这些boss和一些杂兵给卡上去 还剩两个 还剩两个 把他往这边引了 一边打boss的时候我需要在这边玩 这也是一个常用的铃铛 但是他一般来说不总是需要铃铛 在这里的时候 这样通常就可以把这些boss和一些杂兵给卡上去 这边的楼梯上面去 这样子呢 到时候你就方便把敌人一个一个引出来 这样单挑解 这个boss说句实话 他的扩展我都抓的不太 但是呢他的缺点在于他学生 你看他这次把boss直接一个单阻引出来 好 又是一个 C4感动 这个必杀头接C4 这个必杀头接C4 就通了他的这个很高了 他的死弹全非常难对 但是你看他没血 其实我这些事不需要用必杀头 他已经死了 然后在这里呢 有这么两条路线 这个箭头指的这条路线是正路线 也就是表路线 还有一条里路线在这里 但我这次必须走表路线 因为我这次要走A路线要进3A的话 就必须走表路线 相应的B、C、D三条路线都要走表路线 接下来再讲到我刚刚那个必杀头接C4 最好的情况是必杀头跟C4的伤害呢 它能连上 那是最好的问题 但大部分情况是C4的伤害和附贝 会打中之后就没有这个必杀头 就是C4的伤害先到了 就没有必杀头的伤害 但是没关系 因为C4的伤害是比毕杀头要强的 这个游戏就是这个样子 它毕杀头伤害并不强 然后这个是第三小关 这个锤的是值得一律用的 因为它是可以对周围的人造成耳鸣效果 那当然 这个东西被打掉了 这要叫所有的武器 要说一下 这些武器如果是用你手中被打架 或者你扔出去的话 它掉在地上之后就会消失了 但是如果你捡得快的话 还能再捡起来 但从敌人手中打掉的话 就肯定不会消失了 就是还要给我们利用一下 然后这个小关呢 是有隐藏BOSS的 你刚才说这个场景 因为这个小关是两个场景 这个场景上这个木板 是可以拿下来使用的 这个场景是有隐藏BOSS的 在哪呢 在看着这边这个门吧 打门三次就会开头 然后就会出里面 就会玩球场里面 就会出现一个隐藏BOSS 这个隐藏BOSS非常不好打 我打它的话很容易翻车 但是呢 既然要做解说 就不能够不打 反正呢 对我来说 我这次不打很一定通关 所以呢 就 死了也就死了 不算是 这个BOSS的特点第一个在于血厚 然后是移动速度很快 第三它是重量级 第四它是整个游戏里 第一个出现的胖子属性 什么叫胖子属性啊 就是你对它用背骨头 受伤的不是它 而是有 这就很麻烦一点 而且它是对银行鸡有钢区 而且不吃非三的鸡 另外我记得它好像是有些跳头瘦身的能力 我记得应该是有 这家伙隐藏BOSS 不打它的话也可以过这个 但是呢 我得为了演示 我得弄 它血量不多了 搞不好 这次还能打死你打人 这些星好把他们都给打死了 然后这个篮球 是唯一一个丢进你之后 或者被打掉之后呢 不会消失的 而且它是唯一一个龙带到下一个场景 只要你拿着它 过关就行了 不然冲过这个场景没关系 然后你就可以回到这里 把这个东西在大门剪过来 这玩意可以拥出去 等于之后 它也有一些动作 但是要注意啊 这个 它的 一个矛盾在于 你拿着那个你 锁定键不能用 另外 在拿着这个篮球的行动下 你的手机探定矿会变小 这算是有力的一点呢 还是 这应该算是有力的一点 但是它也有力的 你不能用锁定键 这个是一些很大的地方 如果打了隐藏BOSS的话 就有力的 要注意 因为它这个 BOSS的出现 正常 正确的BOSS的出现情况呢 它是跟 你 这个场景里死掉的 小兵数量有关 因为我多打了一个隐藏BOSS 所以呢 就等于说 对 多打了一个 多了一个人 所以呢 这个BOSS 会 出现的时候呢 战场上 会处于在多一个小兵数 然后呢 这个BOSS 是这个 太诚兄弟 不能叫兄弟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兄弟 这两个BOSS 虽然看起来像是 同样的攻击模式吧 这两个人动物是有区别的 这个也是游击战吧 不游击战的话容易死 因为他们的攻击范围很长了 所以 用拼的话 会很麻烦 对 之前我提到胖子的手性 他是背负头 就不要对他们用 那么 对于这个角色 他的背负头呢 是正面的 正面抓 带方向的一种 也可以称之为反头吧 反头是背负头 然后呢 背头是背负头 可以打这种有胖子手性的角色呢 然后跳头 侧头 以及正面的这种三连是有效的 所以 有了一个 我打死一个 他们在这个场景里面 这个小关里面算是好赞 如果走B 走C D路线 这两个人是 第二大关的最拥抱的 那个时候他们会很难打 好了 然后这是二杠几了 二杠四 这里又有铸子可以用的 另外说一下 这些打 打有些敌 一些敌人是固定掉这个补血 和补闪电的这些道具 这些东西呢 如果你长时间不剪的话 就会消失 但是有一些是场景内置的 一些个补品 这些补品呢 就不会消失 这个门板也可以拿来当武器 攻击范围很挺广的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值得一用 像这个场景我记得是 补血的跟补闪电都挺多 应该是一个小补血 一个大补血 再加上一个闪电 把这锤子拿起来吧 这个锤子要注意 千万不要背向对方使用 不然就出成对招 走 没有这个能把人打成耳鸣的效果 来起来起来 我再给你一下扔我的 这个玩意 但是这个玩意不能跑步 然后呢 我再把这个 这里有一个小补血把它捡了 对了 按住在蓄力中的时候 按反方键加蓄力 我看是这么一个 是这么一个动作 但这个动作我一般来说 没有这种B加C的 这种倒地攻击 使用 我应该把那个闪电剪了 刚刚有一个闪电我忘记了 反正那关过了关 过关的时候再剪了 无所谓 哦 哦对 不剪正好 我记得这儿还正 都忘了这儿还有一个 你专门钓一个 就不用剪那些 不用剪固定场 BOSS图像 我建议是先把这边 后边这几个小兵呢 先拼掉 这个BOSS不好打 所以它是整个第二大关中 BOSS中最强的 但是呢 这关难打重度 比不上那泰拳咬星这班 那两个泰拳二人组 在CD路线中的可怕 因为 毕竟那是两个人 这是一个人 我怎么打成这个样子 这个BOSS他本身很强 因为他 他会连续放这个无敌技 他特别爱放无敌技 而且这无敌技呢 性能 虽然不能特别强 但是也绝对不弱 就用他了 就用他的话就好办了 对了 这个BOSS不要对他用跳头 他有跳头手伸 你看就像这样 他用跳头他不会受伤 所以对他呢 就不能用跳头了 打赢他了 把这些固定的 这些补先剪了吧 像这个 这里有个闪电 然后 这边还有 这边还有个补血 这个补血 剪不到 剪到剪不到都无所谓 这个可以拿起来当武器 但是没有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 那个补血不用剪 因为 我关给了补血够 对了 美国这一个大关呢 会给你补血 再补上一个闪电 这个补血量 会根据是 根据你打死的敌人数量 有关于 打死的越少 肯定就补血 越少 所以在多人联机的情况下 这点是要注意的 如果 这个人血量不多 又没怎么打死人的话 那么他过关之后 就补的血量也不多 这关呢 这关呢 也是 是 对于新手而言 非常难打的一关 我是说 这关的BOSS战 因为 这关的BOSS战 是整个游戏 第一次出现 三人组 但是呢 这个三人组 这个三人组 这就是仗着人多是重 三个人一块打你 你怎么对的 但是好在他们单兵的 比较弱 这就是他们的弱点 就在于单兵的战斗力 这个扳手 反直接扔起来 因为 这个场景 尽量 把这些武器都弄掉 因为 这关的BOSS 他是会 特级主动 捡起武器 而且他会主动 把武器扔出来 打你 所以尽量 让这些武器 直接都捡起来 然后把他扔掉 让这些武器消失 所以尽量 免得被BOSS利用 免得被BOSS利用 我就该太贴一个人 不要把主动 走那个方向 我需要的是 再另外一把拿 然后是这边的武器 这是最后一个吧 好 先 原先站在这里 然后在这里 触发这个BOSS 这就是三个胖子 这三个胖子 一定要用一些 反正要把他们给分段开来 尽量把他们 变成 让他们来一个人 这是最好的情况 但是 没那么容易 因为这个 能够分段成功 这个是 要靠点运气 像这次的运气 就是不太好 应该说 还算 把提供机器给引过来 因为他们是 像这种三人左BOSS 基本上 他们都会有两个弱点 一个是 没有击倒抗性 就算是这种东西 对一般BOSS 我是打不动的 但是对于这种 三人左 他们就会失去这种 抗性 然后还有一个弱点 就是 原来也看到他们起身 是没有孤独使用的 所以呢 我只要让他们分拨过来 什么战斗力会很弱 像这次 运气是真不错 但是这两个BOSS 本身很灵 不得了 我之前说到 胖子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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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我也是有这个胖子手手手手手手 反正有时间 然后看一下 就用背负头 你看 他不受伤,我不受伤 这就是胖子手手手手手手 我可说是放血放太多 为了掩饰东西 但是现在没有问题了 就剩一个胖子 再怎么说都好对了 但是我不想把小灯给了 单挑的话 打他们就很猛烈 他们那动作很猛烈 但是毕竟单兵能力太差了 起身没有无敌 起身无敌 有点还是要注意 我先说这么重要的看 在这里往这里走 就进入到下一关了 如果是从里路线过来 这里才有分支 还可以走这里 但是这里是我们从表路线过来的 只有里路线在这里才有分支 表路线只能往这里走 这样就是通往3A的路线 然后刚刚说到 我刚说什么了 对这个起身无敌 这个起身无敌有条件 起身没不无敌是有条件的 需要难度只能是最简单 简单和普通 这三个难度下 而且得是单人游玩的 就是说你要是高难度 或者是 或者是 多人连击 在这两种情况下的话 它起身一定会有无敌 好 这个就是 二杠几 啊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二杠几了 那么 刚刚没有 刚刚没有继续 但是 这是 要通往A路线的话 也就是最后一关 最后的一个小关 嗯 不可以 哦對還有一個敵 應該是我都忘了這次打死多少個敵人來的 BOSS出現了 應該就是這裡開BOSS 這個開場的事故有點高高 但是看情況 BOSS普通一個人過來了 在角落裡放這個BOSS出現了一個C4運動 這樣就能造成很高的傷害 哦對了 撿到這些補血道具跟閃電的時候 是會給你一點無敵時間的 這個無敵時間一定要利用好 兩個無敵時間要利用好 一個就是撿這些道具的時間 還有就是自己的起身無敵 這個BOSS也是有跳投手身的 所以他不要用跳投 他有啊 他如果他也是有 而且他有空中手身 就是如果你他在空中按了太多線攻擊的話 那他也是會突然一個手身 這樣子把它弄下來之後再上去 這樣可以把別人分斷一下 那現在分斷他已經沒什麼價格了 只是我現在還有點話說 所以直接結束了一下 他已經好 他空中手給落地之後 他會放無敵技 無敵技如果在板邊中了的話 那麼傷害會很疼的 然後接下來是獎勵關 這個獎勵關呢 我的打法基本就是 他就讓你時間內多打死別人 你吸引全都打不如把這個火焰噴射器先撿 這個效率會高一些 這個火焰噴射器在敵人手裡是紅色的火焰 不知道為什麼到我們的手裡變成藍色 當然其實這個也很好 因為這樣就可以說 哎呀我們這噴射的不是火焰 這樣對於火焰噴射器 這個打完了就是給些加分 這個遊戲分數沒有用 他不會給你獎勁之類的 好現在要第三關了 也是在這裡先暫停一下 然後我再看一下這個路的有沒有問題